蠻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進來看到不是中文 那你可以在那個 等於是右上角這邊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 等於你的帳號 那這邊有一個叫帳號的設定 帳號設定 那帳號設定點進來之後 我記得就是在這邊 有一個語系的部分 你要去更改 它有一個語系的地方 語系的地方 以登錄 連結 它有個帳號的 應該不知道是不是 點右邊帳號那個 最右上方那個 這個 對這裡 在右邊在右邊 這個 對對對 這是說我的帳號說明 它有個地方去可以 可以去更改你的語系 因為之前也有很多同學 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登錄 我的帳號 這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多個 連結 密碼 檢視 我再找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我的印象中是從 就是從這個帳號裡面去做設定 還是隱私建立 個人資料是輸入 那等於是 它會跟那個Google 有個Google Plus 綁在一起 Google Plus 這個我再找找看好了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再來看 剛剛有同學 除了這個語系部分的話 接下來我們 在 除了傳一個檔案之外 你也可以傳一個資料夾 傳一個資料夾 那當然假設說 你是一般的帳號 名字上它會給你1GB的空間 1GB空間可以存放 那1GB其實 還不算太小 你上面可以放非常多的資料 那上傳的方式呢 除了說用檔案之外 還可以用資料夾 如果我要一整個資料夾上傳的話 就把這個資料夾點到按確定 它會出現這個 也是一樣的視窗 把它按開始上載 那開始上載的話呢 這地方它會出現的 就會是把這裡面的8個檔案 通通傳上去 通通傳上去 那傳上去之後的話呢 它這邊就會顯示成一個 叫做資料期 資料期 需要一點時間 那你會發現 它一個一個傳上去之後呢 這邊也會顯示 除了一個資料期以外呢 也會顯示檔案在這個地方 檔案在這個地方 那傳上去之後 當然也可以做後續的編輯 好 那這我想你們等一下 有時間再練習 除了檔案之外 也可以做一個 這個資料夾的上傳 那其他這裡 這裡不需要更改 像是如果說呢 以我的使用量來看 其實我會需要再添加空間 那我想說 添加空間的話呢 費用會不會很高 所以像你自己可以把它點下去看 它的費用怎麼計算呢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增加20GB的話呢 它一年年費多少呢 5塊錢美金 大概1比30左右啦 150塊 一年20GB 150塊 其實150塊看一場電影還沒辦法看 150 所以你看20GB很便宜啦 那當然你如果有信用卡的話 就可以增加啦 我覺得它這個滿優惠的 滿優惠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在網路上放很多 這個雲端的資料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再來的話呢 開啟這個 上傳這個檔案之後呢 當然我們可以做練習 在練習之前 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提到說 如果我今天這個檔案傳上去之後呢 那我如何把它下載成為 比如說我把它下載成 這個Excel的檔案對不對 其實在檔案裡面呢 也提供了相對應的功能 檔案 這邊有一個下載格式對不對 你直接在這個下載格式 如果你要下載下來的話呢 請你找到Excel 它可以把雲端上面的試算表 也再下載成為 跟你原來一樣的Excel檔案 所以下載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電腦裡面 再重新做編輯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下載下來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點下去按開啟 檔案就開起來了 理論上應該跟你上傳的檔案格式 會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傳上去之後呢 把它開起來 那再來我們等一下來看 怎麼樣做編 就是剛剛的動作 一幅的函數呢 如果在Google社傳表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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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